台北市議員張茂南與中輪市場直指會長 今日召開記者會 踢爆市政府設施規劃不完全 應該是固定設備的抽油煙機 竟然變成業者的身材工具 必須自行負擔購買 對此許多攤商表示不滿 我們希望這個市場可以帶動起來 整個都可以帶動起來 這是我們的最基本的一個希望 可是問題的話 現在說是離例落的狀況下 我們真的沒有辦法說 我們真不曉得說 我們要如何去營業 根本就沒有辦法 大家的心裡都是很坎坷 說實在話 市場處他一直認為說 排油煙機叫做身材設備 我看這是違背自然法則 哪有排油煙機是身材設備 排油煙機是熱時期的固定設備 任何一個人都不能 在沒有承出之後 就把它搬走或者是把它盜取 我看市場管理處 應該要積極的改變這樣一個想法 中文市場建構工程至今 二樓分為熱炒區與青石區 但市場自治會長林明竹 卻發現青石區未設置瓦斯管線 因此要求市府加裝 在經過協商之後 市府也重新配管設置排煙封管 不過卻拒絕增設吸排油煙的設備 那今天業者在要求的是說 連那個搓排煙灶當初有講三種功能 三種不同的高度 如果最簡單的只是水蒸氣 水氣的一個灶子 大概三四萬塊就可以了 但是你如果做到很高規格的 熱炒大油煙的 那當然就要更重 大概要十幾萬 這是會有不同的一個功能 所以說你到底這樣的一個 五十幾攤的美食區 我統一都給它做十幾萬了嗎 這好像不大對吧 所以政府為什麼 市政府才講說 我給你一筆補助的經費 那你要做什麼 你可以依照這個部分來做選擇 這是當初一個包裹式補助的方式 市長處處長也到場與大家說明 市府已有補助美攤三萬元的金額 選購抽油煙機設備 但是依照攤商的販賣產品薪值 自行來決定適合哪款機器 以實公平 不過攤商對這樣的制度 似乎不買單 因此要如何統一管理 到底抽油煙機設備 該由政府或企業來安裝 人士需要再溝通協商 來確保市場的品質 記者問君採訪報導 你要研究你現在研究香港已經做好了